遮阳所以他宁可压死不会抗议的小草 被大陆媒体记者盯上之后 家属恼羞成怒愤而拍打摄影机镜头 其他人踩过草皮或是趴在雕像拍照的 更是司空见惯 有人说是导游没有交代 但这是常识需要导游而提灭命吗 不仅采取小草 陆克恶名在外还包括玩死鳄鱼海豚 近年来没有一个国家不希望陆克去观光的 但在地民众发观光才时 却对陆克没有丝毫的好印象 吵吵闹闹乱土坛乱丢烟地 总而言之就是不文明 无法融合享受在地文化 这些刺耳的评语 台湾游客似乎也有 因此当外国民众问 您从哪来啊 最好想一想 自己的行为是否也像这些陆克 已经让人看扁了 记者综合报道